现在选择3.0的工作头 打开界面之后有四个数据 在上方功率角度间距和长度 间距长度的话是默认值就好不用调节 功率是从0.2到2.0 根据客户的承受程度从低往高调节 角度一般选择10度就行 最低的是5度 5度是一圈设72发 如果是松出程度比较松的话就选择5度 一般选择10度 角度的话是5 10 15 20 25 5种选择 在下面这个矩形框里面是选择操作部位 比如说上面中间下面可以自己选择 右边一个工作头的发色次数 总次数是5000发 下面的模式有自动和手动 手动就是按控制键一次操作一发 自动的话按了控制键之后 它会自动旋转 比如说选择5度 它会每打一发旋转5度 打完一圈会停止 下面就是准备和暂停键 手柄上 下面来说手柄 手柄是上面有刻度 打一行线的距离是25毫米 在传统膜上发射点 下面的刻度是50到125 分别对应三个间隔 一个工作头最多可以打四个部位 比如说打最深的那个部位的话 比如说选择这个部位 最深的部位 假如它的阴道深度 根据阴道深度去确定 如果阴道深度是够12.5厘米的话 就可以选择 阴道口的位置 对应125毫米的这个距离 把手柄放进阴道口 就可以操作 操作一个工作头 完一圈之后 就可以再换另外一个工作头 工作头是有两种 3.0和1.5 现在是3.0 它对应的层次不一样 贴道1.5厘米的隔绾子